哈喽大家好我是姚竹我在新西兰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新西兰的车位到底有多少钱可以买到 我们就说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吧 这个当然肯定也是个案不是说所有的车位都是这个价钱啊 大家都知道新西兰去年开盘了一个特别高特别高的楼 然后这个楼高层肯定是能看海的 然后它离这个海港也非常非常的近 然后呢它这个高楼首先这个房子我觉得就非常的贵 我还没有去看过我到说到这我就觉得有时间的话可以带大家去看看那个房子 就比如说他们有这种公开日可以看的 然后大家知道就是那个这个楼里面差不多中不溜的那个高度的层吧 然后它卖就是一居室的话 它就卖到了差不多一百多万新西兰元就五六百万人民币了 其实真的很高 这跟北京的这个二环三环的价格真的是差不多了 当然我相信它应该是有的能看海吧 然后它这里面特别逗就你在当初买的时候呢 就是肯定都是这样吧 我觉得就必须得是住在这个楼里的人肯定才能买这个车位 这是第一 第二呢它这个买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它就有这种各种套餐吧 然后这种各种套餐呢 它就是属于那种你买的时候 当然它直接送你一个车位 送你一个车位呢 这个人有一个人他买了一个三驹驶 送了一个车位就这个套餐里面应该就是有的 三驶比如说一厅加一车位这样他买了 不然之后呢他住在市中心 他没有车然后他就车位是一直空着的 他自己呢空着没用 然后别人看着眼馋 他一想那好吧 我把这个车位决定给卖出去 反正我也不需要这个车位 然后他就决定把这个车位给彻彻底底的卖出去 然后就准备开始拍卖了好 那么参加拍卖的人只能这是这个楼里的人呀 没错 光这个楼里的人就开始过来竞拍了 然后就就车位我都不用说有多少平米了吧 然后他就问他你心理底价是多少 他说心理底价好像是16万8吧 就16万多 然后就开始拍拍拍 就光这楼里的住户把这个车位拍到28万多 光是中心这个楼下面的一个车位就28万多 我给大家算算这个和多少钱人民币 咱们就算差不多3030乘以5 150就130 130万人民币 就这么一个市中心楼下面的车位 这个车位还必须得是住在这里面的人才能拥有的 要只能说西西兰人到底是有钱还是穷 也说不好了 总之在市中心这个楼里面的车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稀缺 被拍到了28万多 也是没谁了 所以房价会不会继续在涨呢 大家可以自行思考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拜拜